在圣斗士北欧片中 仙宫的神斗士有着不弱于黄金圣斗士的实力 玉玄星的哈根更是能同时发出兵冻拳和火焰 要知道他这个属性不说在仙宫 就是整个圣域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然而就是这么硬霸的属性却被轻损破 哈根自小就在仙宫长大 可女王的妹子弗雷亚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结果冰河去仙宫的头一天就把弗雷亚给拐了 就在子龙一招生龙将菲利路收掉后 冰河也对上了哈根 看到哈根对自己怒火中烧的这个状态 冰河赶忙解释他之所以拐跑弗雷亚 是因为他们的女王已经被魔戒控制 弗雷亚想借助雅典娜的力量让女王恢复从前的母娘 并希望哈根交出蓝宝石 哈根当场就被冰河给干成了 你拐了女王的妹子还要让我交出蓝宝石 你的脑子是进了多少水才能提出这种要求 二话不说对着冰河就是一记冰冻雪 虽然将冰河结晶 可这样的温度哪能困得住冰河 为了让哈根相信自己 冰河在接再历继续讲述和弗雷亚私奔的经过 想冰不认血地把蓝宝石忽悠到上 原来当时的冰河奉命来先公调查 结果刚一露面就被发现 为了不打草金蛇冰河假意顺从 被抓了起来 可先公的神斗士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问都不问沙包大的拳头就是一顿拳 冰河都给干懵了 直到弗雷亚赶来 确认了冰河的身份 就想让她带自己去见雅典 想让雅典娜拯救自己的姐姐 因为她感觉自己的姐姐完全变了个人 冰河这才找到机会带着弗雷亚出头 不出意外 听完冰河的讲述话跟得跑更大 觉得冰河是花言巧语将弗雷亚欺评 因为在她的印象里 弗雷亚和姐姐的感情非常好 不可能背叛西路达 且她从小就和弗雷亚一起长大 自己幼时就拼命鼓励 就是希望有能力守护在弗雷亚身边 直到她长大成人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反而守护弗雷亚和仙公的决心更胜从前 而此时的冰河不光将弗雷亚拐 还伤害了女王和自己妹妹的感情 冰河的罪业在哈根眼里 就算整座仙公消融都无法洗脱 眼见无法说动只能用拳头说话 然而让冰河想不到的是 她发出的金刚火焰居然被哈根的炎热泉尽数化 这让她大吃一惊 要知道她掌握一种属性的冷气就极为不易 对方居然能掌握俩种 这让冰河认识到哈根绝非寻常之位 然而这时的哈根看到冰河吃惊的表现法 不着急收拾她 一溜烟就像一处煽动转去 冰河明知道是有蹊跷 可她没得选只能跟进 然而她刚一进去 就知道要坏事 因为这里是一片岩浆之地 洞内的温度高不说 且有着大量的毒素 平常人在这里五分钟都吃不消 而哈根却由于练习炎热泉早已适应 可对于冰河这个来自于西伯利亚的白鸟战士来讲 简直就是人间练乱 没撑多久 她就开始变得呼吸不太顺畅 身体也鲜泻支撑不住 冰河这样的情况使得自身的处境非常被握 而哈根却是胜券在握 还要让冰河到岩浆里吸着 随后抱起一道火焰 直接就向她轰了过去 冰河吃受不住倒在了岩浆边上 可哈根很明显没有放过她的打算 又是一发更猛的火焰向冰河涌去 冰河瞬间就被起飞 整个身体也被火焰轰得痛苦不堪 小宇宙虚弱的气息被贵鬼感应到 弗雷亚通过贵鬼的感应 得知冰河正被火焰煎熬 她一听就知道是哈根 但弗雷亚不想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是 于是就想阻止冰河和哈根继续争斗 不顾贵鬼的劝阻直奔哈根那里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出现更让俩人火上浇油 在北欧片中七个神斗是各有各的悲剧 但天旋座的哈根给人感觉有点烟 就因为单相思把自己整人了 打小就和弗雷亚一起长大的哈根 出于对弗雷亚不喜欢 年少时就把高考志愿填好了 第一志愿是保卫先公和女王 第二志愿就是守护弗雷亚 然而就是这么一片赤诚之心 却一地稀碎 北欧片第一集弗雷亚就被冰河拐走 哈根对冰河的恨意整整六集都没地发现 好不容易到第七集终于等到冰河 因此俩人刚一照面就是一场生死局 而哈根很明显不是无脑之辈 居然将冰河引诱到岩浆洞 正准备将冰河虐死时 贵鬼感到了冰河的气息 得知冰河危险的弗雷亚就想阻止二人的火 可这时的冰河明显是扛不住的 连吃哈根俩记火焰本身就吃不消 更让他崩溃的是 这片岩洞的温度那是极其的友好 冰河整个人就跟争桑拿似的 身体止不住地往外躺水 他这个状态就是哈根不出拳 他也躺不了多长时间 可冰河郁闷的是为什么哈根没事 他哪知道哈根的圣衣就是从这里带上来 本身有着扛热的属性不说 且哈根打小就在这里苦恋 有时候一呆就是一个礼拜 圣衣的保护再加上身体早适应了这里 这样的环境就是哈根的天选之地 换言之在这片洞穴没人能打得过来 于是就让冰河投降 效忠自己的女王西路 可冰河是什么人 想也没想就直接拒绝 还要拿到哈根的守护石 这让哈根感觉冰河有些不可理 一拳就给他干懵 可他不知道的是弗雷亚正往这边的 见冰河醒了过来 又给了一拳 冰河被轰翻不说 圣衣都给干散架了 哈根还以为冰河彻底扬掉 就打算戴着他的头盔向女王父母 可就在这时冰河还有喘息声 这让他有些不可思议 连吃自己俩道火焰还能站得起 冰河的意志强得可怕 可起身后的冰河却直接向他索要守护石 要解除魔戒对西路达的控制 对于冰河的嘴顿哈根根根本不信 因为西路达要带领他们走出这片苦寒之地 他不可能放弃 冰河见无法说服哈根强撑的身体 就向他冲拳 哈根自然不会客气直接出拳 结果被冰河避开 还反手向他打出一记钻石金刚 这让哈根险些没有防住 好在常年的临战反应 让他在千分之一秒躲开了这一拳 看着居然能将炎热地面都结晶的冷气 哈根打了个寒战 如果不是在这片炎热洞穴 刚才凉掉的绝对是自己 冰河简直强得可怕 可正当他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对战 冰河却由于蓝条耗尽倒地不起 而这时的哈根虽然对冰河敬佩 但立场不同他必须收掉冰河 可正要出手时 弗雷亚却赶了过来 见到要将冰河扔进岩浆的哈根 几乎是用气球的语气让他放过冰河 哈根从小陪着弗雷亚长大 从没违背过他的意义 虽然他难以接受 可最终放过了冰河 而随着冰河的转型 弗雷亚就告诉哈根自己的姐姐 现在被魔戒控制的事实 已经走向极端 可哈根不信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女王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沉默 为了带领他们冲出这片苦寒之地 要以王者之姿降临世界 哈根一定会誓死追负 见哈根如此偏执冰河本想确实 可他不说还好 哈根反而将弗雷亚出逃的事 全怪在他身上 当场就要爆起火焰要给他吸引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弗雷亚居然护在冰河身前 这让他难以抉择 放过冰河就意味着背叛女王 可是要打死冰河 却又让弗雷亚伤心 最后作为一心效忠女王的神斗 使他只能挥拳 眼看火焰向弗雷亚涌去 这时的冰河突然将弗雷亚 护下用身体扛了这一劲 可即便这样 弗雷亚也吃受不住昏了过去 这让冰河无比郁闷 眼前的哈根好话说尽就是不听 只能以女神的曙光让他觉悟 随着冰河气势全开 一记女神的曙光和哈根的火焰对冲 而冰河此时爆出的兵器 是卡妙教授的绝对领度 随着冰河的冷气逐渐向哈根那边移动 哈根最终被兵器封倒 而这时的弗雷亚已经清醒了 看着从小一心呵护自己的哈根 他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离开自己 这个忠诚于仙宫的神斗士 生命最终消失在了无意义的争斗之中 在北欧片中仙宫的神斗士 虽然战力不及黄金圣斗士 但七个神斗士的性格塑造和感情经历 却立足丰富 因此在人物个性上写得更加饱满 以至于许多网友认为 仙宫天比黄道十二宫更有看法 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青铜圣衣的设计太过简单 让许多网友感觉不像以前更有立体感 总感觉车田在偷工减量 其实这一点在仙宫天中有过交代 就在黄道十二宫战役结束后 由于青铜吴小强风扛猛造 圣衣早已一地稀碎 但因为是青铜吴小强 才是真正拯救雅典娜的圣斗士 于是黄金十二宫仅存的五位圣斗士 就为他们修补了圣衣 包括沙迦和米罗都参与了圣衣的修补 当然也是用鲜血灌灌 就这样在木和沙迦他们的血液加持下 青铜圣衣又重新复活 虽然外形不如以前奈凯 但扛伤的属性更加硬盘 可即便圣衣的属性提升仍是青铜圣衣 再加上四小强的战力不满 虽然前期刷掉了三名神斗士 可身体情况不容乐观 除了顺没有受伤 星矢和冰河都有不同程度的硬伤 但顺马上就会被灭 且不光身体受到伤害精神也受到了打击 只因和顺对战的是摇音心的米一美 这或不光能发出光速群 且有着念力攻击和精神打击的属性 这也是神斗士中最早出现的三维生物 而此时的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对上的是怎样的对手 就在顺想尽快刷到仙宫时 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 这让她有些惊讶 因为虽然曲终满是忧伤 但旋律忧美让人沉沦 正当她难闷是谁在弹奏时 手捧摇琴的米一美出现在她面前 不光介绍了自己还探透了顺的内心 明白顺是一个不喜欢战斗的人 起初的顺不明白米一美的意思 还放言她作为雅典娜的圣斗士战斗就是自己的事 直接就向米一美攻了过去 可结果脚链却掉在地上 这让她有些不急 直到米一美告诉她 她的锁链必须对拥有杀气的敌人才能有效 而她米一美周身上下没有一丝杀气 锁链自然不会攻击 且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根本不适合战斗 顺这才察觉对方身上没有杀气 可这时米一美直接数到琴鹰就让顺倒飞了出去 眼见无法进攻顺干脆做出防御 可被她视为最强防御的星云链 在面对米一美的音波式完全失效 反倒是人又被放飞 无法攻击不说连防御也无法做到 这让顺有些抓狂 于是再次挥动锁链向米一美攻去 可这回米一美却幻化出十几个身影 让她根本找不到目标 顺原以为凭借着脚链的属性能找出米一美 可结果虽然破掉了米一美的患 但最终脚链锁到了一根石柱上 这让顺直接自闭 眼看再这么下去只能刷大石 而这时浑身上下没有杀气的米一美反而向她走过 询问顺作为圣斗士战斗的意义何在 难道真的是为了雅典娜而战斗 得到顺的肯定后 米一美又问顺既然雅典娜能给世间带来和平 为什么顺在结束了黄金十二宫的战役之后还有战斗 这难道真的是顺内心的愿望吗 而且就算打通先攻又能如何 先攻战役结束之后还有战斗 永不停息 米一美的话直接给顺干成了信仰瞬间动作 她本就是个不愿伤害别人讨厌战斗的人 不得已作为雅典娜的圣斗士才穿上胜利 米一美却看出她性格的软弱和犹豫 让顺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在黄道十二宫中战友的相继离去 自己也亲手杀死过黄金圣斗士 虽然是出于保卫雅典娜 可是对于天生善良的顺还是无法接受 战斗之后还有战斗 永无止境 而她却看不到世界和平的那一眼 这一刻顺陷入了浓浓的绝望 她完全找不到支撑自己继续战斗下去了 米一美见顺已经崩溃 就打算出手 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炙热的小宇宙气息向顺涌 告诉顺的提问没有答案 可是顺却不能放弃 因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未来 如果连这一点都放弃的话 那么他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而他们又为何诞生在这个世上 要相信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并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放弃的话那一切就都结束了 随后鼓励顺不要放弃 要像个真正的圣斗士那样将战斗进行道理 依辉的鼓励让顺心中的热血再次燃起 虽然她还是不太明白哥哥的意思 但是从这一刻起 那个一心守护雅典那位战友 誓死如归的仙女座又回来了